早晨 可不可以試給我 好 麻煩你 你好 你好 是啊 因為我沒有時間 來港位 來港位 九龍勝區要約 九龍勝區要約 謝謝你 謝謝你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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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糕好 是呀 要開工 對呀 要開工 就分享了 支持課金計劃 各位傳媒朋友 各位香港市民 今天是我們民主黨的一個 十米請 對 都要開工 市民集團 都要開工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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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要求他们会是hack office 算是好一点的 但有些公司就是要求要知道什么楼层 才让他们上班的 但以我们过往的经验 卫生署或者卫生服务中心通报给大厦的时候 是不会说是哪个单位哪个楼的 所以其实是令到打工仔 都是不能够和他们的上司 去讲究竟可不可以上班 所以其实很多公司都是要求员工 要自费做一个测试 证明他们是陰性 即是武汉肺炎或是陰性 才可以给他们去公司上班 其实都会令到一些居民 在额外招致一些开支 以及一些困扰心理上的压力 那好像以我 我和马熙鹏议员为例 我们就是服务土瓜环区的 其实长龙湾这个屋苑 在土瓜环 在过去到现在公布了 是有五宗的确诊果案 但后来发现了 其实当中有两宗都是一个误报的情况 就是说其实那两宗都不是居住在长龙湾的 包括了号数2337 以及号数3424 所以其实 而长龙湾因为这两宗的误报 其实已经是额外用了 花费了去消毒清洁 大约是数万元的金钱 所以这里其实居民和法团 业委会管理处 都感到非常无奈和愤怒的 感到近期 最新他们又有第五宗通报出现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狼来了的效应 居民和业委会管理处都有质疑 究竟这个第五宗的确诊果案 是否真实存在呢 而当这个果案在网上公布的时候 管理处是还未收到电话通知的 所以就更加令到这个 个案的真实性是更加存疑 到发展至今日 他们已经是昨天收到电话了 就希望是 就是它说是一个怀疑和一个确诊的个案 所以就都可以见到就是 我们五步的情况是严重 和导致到很多居民的困扰 另外我们其他区份的区议员 都有类似的情况 我可能都交个麥克服给他们 讲解一下他们当区的情况 我可以 吴定林区议员就是我们沙田区区议员来的 可以带他讲一下 谢谢 好 谢谢 那我们的区区呢 是比楼村的区域呢 就是这个区域 那它呢 它是同一座大厦 但是这个新区是AB座的 那卫生防疫中心呢 它每一次公布的资料呢 它都是不报AB座 那所以假如有A座确诊 它B座的打工仔一族呢 就会陪卖A座系务攻回的了 那是要强行自己检测 还有呢 或者是至少这个隔离 就是我隔离14天就很公开了 那是放这个无薪假期 那还有在我们的区呢 是试过有重叠了那个case number 那所以呢 就令到那些居民呢 是十分困困的 那其实去信 问个卫生防疫中心 它给我的答复就是说 因为你是同一座大厦 它是不会公布ABC 那其实这个是令到居民 是一大困扰了 希望他们呢 就是我要求他们呢 是盡快改善这个公布的机制 那分开ABC座 因为其实是一座的大厦 但是人流是不互通的 是AB座人口是不互通的 那所以呢 是不构成的 他们可以是不报这个资料 是 是 谢谢 那另外我们呢 都有黎禧林区医院 那就是南区医院 在这个7月的29号那一天 那华富川华乐流呢 就被误列为是疫痰 那去到呢 8月2号的夜晚 那就是其实都已经是 就是已经过了几天的了 那我们一直都在那儿找 那为什么一直那个 确诊者都不送院的呢 那所以就引起了呢 街坊呢 不断地去追尋呢 那发现了 突然之间 卫生防护中心 是将 华富川华乐流这个地址 确诊者的地址 就转了做 地东邨东星流 那好了 那你转了地址 又不通知 那跟着呢 就去到 去到8月3号了 那房屋呢 他才呢 他出一张 在傍晚出一张通告 就说 收到卫生防护中心的通知 确诊者呢 不是住在华富川华乐流 而是住在尼东邨东星流 那好了 有几天的时间 就被误列做疫下 那其实呢 你如果不是那些居民 那么关注的话 根本是没有人会发现 那另外呢 就是居民呢 他在这几天里面呢 就收到公司的通知 例如 是做日新的 就说 叫他不要上班了 不过呢 你就没有收入的 那有另外一个个案呢 的情况呢 就是说 你自己去验 那费用呢 就自负的 那好了 那街坊 無故怕一餐 跟着又要去 做一个检测 那是自费的 公司又不会帮他去承担的了 那好了 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 他是做保健員的 那公司呢 就是要他呢 你去确定一下 问不问到 那个确诊者 是不是处理了一层 如果是处理那层的话 那你就可以呢 家居隔离14天 而且是有薪金的 但是如果你问不到 在那里传的话呢 只是知道 整栋滑楼楼 你都问不到 哪一层是有人确诊的话呢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不会有收入资源呢 你还要呢 是要自己去 家居隔离的14天的了 那这个情况呢 其实是很影响打工仔 那 其实你误报呢 是会影响到很多的市民 不单止是令到人心惶惶 也都影响新计 所以呢 今天民主党呢 我们呢 是联同我们 各区的区议员呢 就是我们受影响的区议员呢 那就跟大家呢 提出 五报液下这个问题 希望呢 是 卫生防护中心 除了是提供 准确的资讯之外 如果 是可以在 报之前 其实你可以先 用 例如屋邨 你可以去核实一下的话 例如你找房署 其实你翻查户籍 它已经是可以找得到的了 那 我们跟着呢 我们 历廣委委员呢 就会跟我们讲讲呢 除了我们有些其他个案之外呢 你都是会讲呢 怎样去做一些改善的建议的 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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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李慧峰議员呢 那他都有一些情况是想说的 就是 有尖 有尖旺区议员李慧公 那我做的呢 其实是一个居屋的 花园 的屋园 和十几座的私楼 那其实呢 那个五报的问题呢 是在我那里有一单的 是一个消失的流程的 一个五报的个案 那这样讲呢 就是一个个案呢 其实在七月十八号 那个街坊就很盡责 他知道他的家人 确诊了之后呢 他是向法庭 发了个短信 告诉他知道 他的家人确诊了 然后呢 他们是在自己做在隔离的 那跟着呢 大家那个屋院呢 就 开始互通消息 我们就当 就是我们收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呢 全部都当真地做 那就做了基本的消毒啦 但是呢 法团也都担心就是 如果我们做大规模的消毒的时候 会被客上街坊 所以呢 就想等到 卫生堂的公司 真的正式出了个通知之后 才做大规模的消毒 那等了几日之后呢 一路都没有消息 然后呢 我应该先说一下 这一栋大厦呢 叫做永伯大厦 永伯大厦 广东道847号 那接着呢 就是交了几日之后呢 卫生署呢 就出了一个 叫做永伯楼840-844 这一栋大厦 就说他有确诊 那么我们对过这些基本的 性别啊 年龄啊 的资料之后呢 我们觉得 应该是说同一个人事 那我们就开始 去问卫生署 和卫生服务中心 想去确定回 究竟是有一个个案 还是这么不幸 有两个个案 同时隔了几个小时的答复 告诉他们 是他们没有错到的 他们很尽力 已经查到了 也都解释了 可能是有些什么的言误 可能是当中抽样本的时候 会有研误 通报的时候 可能会有研误 一两天 但是问题就是 为什么街坊 他收到通知 确诊了 但是卫生署收不到呢 我们一直都有疑问 去到我们找民政专员 去尝试去再确认这个问题的时候 隔了两天 在卫生署自行 改了那个确诊名单之后 就说 就告诉我们知道 是有错误的 已经修正了了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吹哨人的时候 是没有收过任何的回复 而我们问回那几座屋院 那几座大厦的时候 卫生署就告诉他们 是啊 你那里中了 他们才开始 去进行一个更加大级的清建 那个时间是足足延了六天 我们明白卫生署做的同事是很辛苦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一定会面对的就是 卫生署本身的同事是不碰地的 他们没有可能知道了 香港几万用楼的资料 尤其是是私楼 所以我们刚才来讲 都会希望可以说回多些 就是我们在尤之墓 其实建议过 民政专员 和民政署的大厦管理小组 是一定要直接下水 是要问卫生署拿到第一手的资料 然后和他们核对 去找回那个大厦是否真的存在 那个大厦的基本资料 同时间是要去找回那个大厦的法团 和管理公司 因为这些是民政署里面的资料 是一定比卫生署 而也是有一个接触上面的问题 就是我们做过其他确实的个案 有一些大厦管理公司 在他收到第一单的报告的时候 他说卫生署打电话来 就说有 但是找不到电话打回他 问是否真还是假 那大家就想到 究竟是不是有人玩电话呢 还是真的呢 那就很大的疑问 问民政署 大厦最 就是美共大厦管理公司 最熟的一个政府部门 他们说我们不知道 那怎么办呢 我们希望是同心抗疫 就是不是政府讲那个口讲的同心抗疫 我们真是要落水做 政府一直 由今年 我们问一些前辈沙士的时候 他有找个区议员去帮忙做 今年是没有 特意隔空了一些民意代表 我觉得做事不重要 你隔空了我们 就应该找回其他部门的庭位 去补回一些位 做回应该做的事 谢谢 谢谢 麻烦李伟峰議員 那就着刚才的各个地区个案 其实我们民主党呢 都谈了一些建议 那希望呢 给回衛生署可以改善现有的制度 和有些的补偿的机制 那有几点的 第一点呢 是希望在私楼方面的确诊者呢 就是如果居住在私楼里面的话呢 是可以在保密的原则之下 就是可能签订一个保密协议 是可以通报给法团 业委会或者管理公司 管理处 令到呢 那他们是最 可以联络到那些大厦的住户的 可能手头上已经有一个电话 每个住户的电话 那你一通报给他们知道 其实他们可以即时 查核到究竟这个个案 有没有真偽 还有没有错漏 会不会是误报了 这个其实很快就知道的 那另外呢 就是一些公屋的 如果居住在公屋 或者是 防协的一些流域的 一些确诊患者的话 其实我们建议是 通报回给公屋的 那个管理处 那其实 其实防处 或者防协呢 都有 每个住户的户籍登记的 所以其实都很快可以查到 记室那个 确诊的资料 有没有出错 有没有 是否真的有此人 在那里居住 那这个也都可以防范到呢 是 就是 资料出错 就是 而卫生署 在一个 离地工作的情况之下 又不发现错误了 那另外呢 也都是希望呢 好像刚才的李伟峰所说 其实民政署呢 也都有一些是 駐地区的联络主任的 尤其是大厦管理那方面 其实他们都很熟那些法团 很熟那些楼层 坐数 其实如果有什么是 譬如大厦街名啊 名啊 楼层出错的话 其实他们一看呢 其实已经知道了 那所以其实 如果将这些资料呢 卫生署 将这些资料 即时通报给 民政署的一些联络主任的话 其实都有帮助 是 避免了一些 五步的情况出现 尤其是现在 卫生署的人员 其实已经是overload了 就是workload已经太大 那其实可以将这些核实的工作呢 是可以下放给 刚才所说的民政署 或者是公屋 房协的管理署 或者一些法团的 那其实就可以避免了 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个案 去发生 也都可以避免呢 是法团 管理署 或者是业务 造成的一些 心理上或者金钱上的损失 那另外呢 也都是希望 是一个公开透明的 有一个公开透明的 澄清的机制 即是每当有一些五步的情况 发现了 那去更新到网上的大限名单 接着就算了 但其实很多时候 很多住户 是未必一天都看着的 所以希望呢 政府都可以 设立一个官方的渠道 是即时公布 发出新闻稿 或者是通知传媒 去知道一些 是更新了之前的五步个案 令到大家呢 是可以即时知道 那最后呢 希望都可以 设立一个 五步的役下的 補偿机制 给到呢 法团 业委会 业务 或者住户等等呢 是可以 有一个渠道去申领 因为五步而造成的一些损失的 那我们 是有以上的 几点的诉求的 所以在这里呢 希望大家 传媒都可以 多个关注 一些的五步的情况 那在这里 我们可以 喊喊喊喊喊喊 好 资料整理草双 资料整理草双 卫生处错漏百出 确诊资料一团租 大厦业务很烦恼 资料发布很混乱 资料发布很混乱 五步确诊怎样算 五步确诊怎样算 消毒清洁 价钱贵 五步确诊网花费 无端白事荡液下,人心惶惶好惊吓, 资料整理草出,卫生署错漏白出。 其实都想补充我们今天提出一些个案, 其实都是希望卫生署可以做好他们的通报机制, 我们明白卫生署人手,其实现在工作量都是人手紧绝, 工作量繁多,但是希望可以将这些工作去分担给一些其他的部门, 可以核实我们确诊的资料, 令到普通的市民和大厦法团可以免于因为误报而受惊惶, 和招致一些损失的。 今天我们民主党的一个请愿行动是在这里, 我们希望可以请卫生署的代表接讯。 是的, 你現在... 結婚 不用擔心 這個當交差 所以... 有點交道 啊...定了 定了 我們今天的請願行動是到此結束 如果記者有問題的話可以留下 我們會回答大家問題的 謝謝 謝謝 有沒有傳媒朋友是沒有新聞稿的 或者有提問的都可以提出 如果將來那個... 將來那個機制是否可以看到 有的是沒錯 即時好像打碰我 但是有些甚麼即時報復 我常常都知道 你不可以訊息 你不可以看到 有新聞稿 你不可以幫忙 他們應該不可以討 işte 是 我很多人的再說 那你不可以押佩 這和你的 你不可以押佩 先 sulla位正常 他真的去 Ruben 很敷衍的情況 那種是 到底是還是不是 那其實你覺得一個 算不算是一個 政治上的問題 如果你們不相信 即是民主黨 如果是工業局 甚至是民建 可能他們的資料會較為清晰 我自己未必同意 因為我作為區議員 很多時區議員或者管理署 即是確診管理署 去問衛生署的一些問題的時候 打到Hotline或者電郵的時候 其實他提供的資料 都是大家在網上看到的那些資料 而再新的更新 其實他是回答不到你的 所以在熱線裏面 其實他是回答你一些 書面上有的資料去回答你 而我覺得是普遍所有政黨 或者是中了的大廈 他打去問都是一樣 現在的情況就是 資料上面 拿最多資料的就是衛生署 衛生服務中心 所以我們的建議就是 如果他可以把這些確診資料 第一時間可以通報給管理署 以及一些防署防協管理署的話 其實就可以做到一個核實 就不會避免這些 避免了剛才我們所說的一些損失 或者一些人心惶惶 好明白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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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什麼特別 我就會喜歡喜歡 詳情我會放在我們Facebook 頁面上 拜拜